2019年6月10日,快乐大本营主持人李维嘉发微博道 我和龙丹尼是校友,是多年的好朋友,大家不用多想了,谢谢 李维嘉突然否认,妻子是龙丹尼确实让人想不到 要知道百度百科很早就把龙丹尼标注为李维嘉的妻子 如今李维嘉这一举动吓得百度连忙修改百科 龙丹尼虽然相貌平平,但却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女性 她最早之前在湖南电视台工作,之后辞去电视台工作自己创业 如今身为龙总的她,创立了哇唧唧哇娱乐 旗下艺人包括毛补义、火箭少女等,众多知名艺人十分有影响力 龙丹尼和李维嘉是校友,毕业之后两人在湖南卫视共事很长时间 他们关系亲密,并且经常爆出亲密照片 很多人都把他们当成是夫妻 居连百度都把两人标注为夫妻关系 除此之外,在某综艺节目中,李维嘉的妈妈还公开喊话 这一切的一切说明两人之前一定有不一般的关系 可能为了不影响彼此 李维嘉此次才证明回应 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了 希望两人都会越来越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精彩内容 喜欢就加个关注吧 小编每天都更新哦 我骗咀大家看 你可骗就想念 fellows